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夏季时披上厚厚的斗篷 准备迎接袭来的寒风 却迎上了加尔各达凌晨的柔梁 和机场背着三菱步枪的印度警察 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机场 但是夏季出口处的建筑 似乎比我们的车站海谷还小些 几支电风扇悬在滴滴的天花板 领队的先生开始和海关人员周旋了 似乎相当麻烦 他们竟然明言要礼物 便宜的原子笔 打火机 在这里是真品 我不愿把这件事当作是贿赂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交流中 我们付出的只是小小的笔 打火机和戒指 而它们却给了我们朝圣的方便 当一个人的内心 贫乏到要向别人伸手时 作为一个朝圣者的我们 又岂能没有责任 贫穷并非衣衫蓝绿 贫穷也非捧头垢面 贫穷是内心一种缺乏的感觉 和外球的欲望 是一种清令不舍的表现 而我们谁又不是穷人呢 我们每天锁着门窗 闭着心扉 在守护什么呢 守护财富吗 我们有什么财富呢 那种恐惧失去的感觉 造成精神上极严重的贫穷 我们一行三十多人 总共丢掉了十一件行李 在机场等待 又办理登记手续 严格了好久 以至于有足够的时间 来欣赏这一座星空下的机场 这样的夜 这样的气味 由地板上两道简单的行李输送带 一块写着 欢迎到加尔各达的简陋木牌子 几张有黑的脸孔 穿梭在各色的面孔中 仔细品味 这一切 均叫我心酸 不知道为什么 在印度的第一关 便遇上麻烦 朝圣 岂能容易又简单 像当年 玄奘大师 发宁向西天一步死 不向东渡一步生之宏愿 以双足步行 踩过今天 我们飞机飞过的土地沙漠 风沙如悬 烈日如火 昏死荒野 饥渴交迫 都没有令他生起一念的退回心 何况今日 我们舒适的凌空而来 岂有以小小挫折 生懊恼之力 几位仪师行礼的法师和居士 看来都很沉着震静 还有点幽默 仿佛一件衣服穿他三十天 无物一身轻 更像佛陀所说的 我是个一无所有 真理的追寻者 在机场周旋了好久 手续进行很慢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 面孔又隔着一层有黑 也很难读懂他们真正的意思 彼此了解 真的是很难 同样的肤色 同样的语言 有时都难以沟通了 何况谈到了解 这么深的字眼 常常在同一个教条下 彼此的心都还是分歧的 要知一切众生心 说一切法 真是一条太遥远太遥远的路 向我们招手的华侨和将带领我们的上午下迁老法师已经出现在眼前 然而我们却还出不去 后来信奉一位华侨正巧搭击回应 于是帮了我们大忙 带领我们通过这个难关 从他验关时 有检查行李当中 露出了一部妙法莲华经 我一眼看见 突然内心充满了感动 一则喜见大圣佛法的流步 一则感受到 于一切时钟 遇一切境界 皆佛此变化 应作如是观 此时 此地 从此人代中 一见此惊 突然内心战漏一线光明 出了机场 黑暗中 有一部大车等着我们 车有三层 地下室和阳台堆行李 人坐中层 乔领的儿子为我们把行李捆绑好 没有月的夜色 看不清他的面孔 但是 却在他那忙着用力伸缩的双手中 看见无边的诚恳 这样的星光 列护星座腰带上的宝石 同等闪烁 然而 这是多么不一样的气味啊 黑夜里 我们的车子驶在加尔各达的路上 有一段路 车身摇晃 摇晃得像个醉汉 窗外 一间间低矮的房子 在黑暗中掠过 一堆堆垃圾山传来奇异的气味 震动告诉我路面的坑洼 不知道为什么 泪水一阵阵的涌出 这就是印度吗 这就是印度 我魂牵梦营的印度 佛陀的家乡 苦难的家乡 也是智慧 也是智慧与慈悲的家乡 如果 您不曾嗅过 您不会明白 这是何等的气味 正当 我眼泪扑速速时 黑暗中传来两位法师的对答声 啊 他们这里还这么落伍啊 另一个声音回答 您是学佛陀经教的人 真正的落伍 是内心的落伍 颠颠勃勃来到玄藏寺 远远看见一盏盏摇曳的火光 是华侨提着煤气灯来迎接我们 玄藏寺旁就是难民营 你可以试着体会 如何是默默平须一佛寺 如何是难民营旁一佛寺 如何是一群风尘仆仆的朝圣者 到此寺 由一道简单的山门进入 殿前道上 我载奔而行 垫上围光中的佛陀 他的双眉如此柔弯 他的眼中 似乎闪烁着泪光 仿佛听见 归来把孩子的召唤 寂寞里 我的呼吸声是唐弯 一次次礼拜 一次次瞻仰 他的眼神是如意众生未得度 我佛终枭有泪痕的瓷光 而他的微笑又是何等超然自在 奇妙的 奇妙的就在这智慧的超然 而又慈悲的不曾遗弃任何一个众生 这种奇妙 这种奇妙如此安慰着娑婆世界游子的心怀 四里古红色的地板 一看就知道花过一番心血擦亮的 每一张床四角都有高高的杆子准备挂文杖 床上已经为我们铺好了整齐的床单 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然而我何德何能劳失动众 和墙外的难民营相比较 这儿无疑已是天人居处 煤气灯的光如此柔美和暖 仿佛回到了古老的时代 不觉得刚从台湾来 却好似通过了一个时光隧道 归回从前 隔着文杖看围观中的窗外 看见帐上一只只蚊子 心中忽有一丝歉意 不知何时睡着了 在印度围动的晨昭中做早课 可惜佛教发源地的印度 寺庙中的注重如此稀少 玄奘寺的早课难得有此盛狂 想要把佛陀的圣言量朗声再传回印度的每一个角落 大声地诵念每一句经文 每一声佛号 渴望着有一天和诸佛菩萨同意鼻孔出气 一念再念 一送再送 念到佛菩萨的愿力 伸直我们心中 成为我们的愿力 念到整个心泡在佛的清净大海之中 早课后 华侨为我们准备好丰盛的早餐 印度米煮的稀饭 手制的面包 印度奶茶和可口的菜肴 口里尝的是这美妙的滋味 而望着窗外的难民林 心中却不是滋味 我非常确定 假如能够往生极乐 我必定会匆匆赶回来 带着净土的曼陀罗花 遍之在这苦难的地方 参观支撑印度佛教的几个支点 加尔各达的摩赫菩萨学会 法师请出摄理 佛陀的摄理 让我们礼拜供养 不知道为什么 我静静静会在您的跟前 所有一切刺耳的 不和谐的 在您的悲愿中 都化为一片甜蜜美妙的谐音 吴时节以来的昏昏昏 到此刻 似乎有了一丝树光 下午参观华侨在印度所办的 培梅中学 好一座培梅中学 虽然楼墙又黑又灰 但是在印度加尔各达一片 杂乱的牛皮中 他矗立着 培梅中学的墙壁上贴的是 熟悉的文天祥七纪光的故事 国父孙中山先生 和甘地先生的照片 一起俯视他们的办公室 稀少的小朋友 在简陋的教室中 仰望他们的老师 就这样文化的命脉流传着 圣人的言教也得以流传着 有时想想 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有如一朵梅花 要开在这一片夜里是圣寒 白昼是岩鼠的土地 然而无论如何艰辛的工作 如何不可能办到的事 都有人默默地奉献着 您也许永远不会认识他 或了解他的伟大 然而这又有什么妨碍呢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有人这样默默奉献着 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菩萨精神 站在裴梅中学的阳台上 放眼来望望这一座城 整个是一片灰色黄色黑色的组合画 您看见那一头头肋骨可以数得出 皮毛剥落的牛 无精打采漫步着吗 您看见那成裙光着黑色的身子 鼓着一个个可能充满蛔虫的肚子的小孩吗 您看见那一辆辆的人力车吗 这是佛陀的另一种现身说法 而我们听见了什么呢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悟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 诸佛菩萨而为花果 以大悲水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 离开培梅中学 搭上车 车子在路上驶阔 由于已是大白天 明亮的阳光 把这一切赤裸裸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切在昨夜的黑暗中 一切在黑暗中无法看清的 然而每每看清了一幕 心中就添增了一份酸楚 我偷偷看同行的大德 一个个眼角都湿了 您看见那乌云盘旋的垃圾山吗 您看见成群的乞丐和阴争石吗 您看见坐在人地车上的人和拉车的人一样的表情吗 墙上 地上 树上 便贴着手压一团团的牛粪 在那儿接受阳光印度式的照耀 一条分不清是灰 绿 蓝的布 两只杆子 两道牛粪墙是一个屋子 一个低黑的门 一个生火的灶 几个锅子 一张板子 就是一个家 大路旁的一滩水 是一个天大的浴室 您看看那孩子洗了半天 分不清是皮肤太黑 把水洗黑了 还是水太黑 把皮肤给洗黑了 您看见那光着身子在路旁尿尿的小男孩吗 您看见那小女孩 提着一桶看起来实在超过负荷的水 顶到头上吗 还有那一个个头上顶着大搂牛粪的孩子 正赤着脚 走过这粗的个人的土地 总是有一群群孩子包围着我们 黑皮肤的脚上 总盖着一层厚厚灰白的沙子 尽管他们的头发粗糙 又一根一根粘在一起 尽管他们的手粗略有如竹边的筛子 但是他们的眼睛好美 修长又有神 他们的笑容依然有如绽放的花儿 孩子们 我们奉命不能私自给你们硬币糖果 唯恐你们争夺又强又打 一团团发生危险 但我真想把你们拥抱在怀中 你们饥饿可叛的眼 望穿我易感的心 我转过头来 不敢让你们看见我眼中的泪光 台湾的孩子们 撅起嘴不要的东西 在这里可能是宝物 求都求不到 我真惭愧 来自物质如此丰厚的国度 然而我的眼睛不如他们有神 我的笑容不如他们灿烂天真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 固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文职 固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互名中华印经协会 桃园佛教联社公告 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 旨见传授护博千佛三坛大介会 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在国内蔓延 借会筹备工作受阻 为守护戒指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 及借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 本次传授护博千佛三坛大介会将展延 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 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 对借会的付词与协助 期待疫情早日消弭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展延造成朱山长老 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 诚感浅意 仅以此寒 启白十方 无限感恩 桃园佛教联社住持 是明矮致敬 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 世界越来越快 他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岁月也慢了 他们越来越远 在一百万次的拥抱中 彼此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华山基金会邀你一起帮助老宝贝 慈母十恩 1. 怀胎守护恩 2. 临缠受苦恩 3. 身子忘有恩 4. 焉苦吐甘恩 5. 回甘旧食恩 6. 不辱养养育恩 7. 喜迪不敬恩 8. 远行意念恩 9. 身家体恤恩 10. 就近怜悯恩 累结因缘重 今来脱母胎 月欲深五脏 七七六经开 体重如山月 冻止结缝灾 裸衣都不挂 装进惹尘埃 怀经十个月 南产江御林 朝朝如重病 日日四浑尘 南江黄布树 仇类满胸襟 寒碑告亲足 畏惧死爱亲 慈母生儿日 五脏总开章 身心惧闻绝 血流似土阳 身以闻而见 欢喜被家常 喜定悲还志 痛苦彻心肠 父母恩身重 故怜默失时 土肝不烧席 腌苦不贫眉 恩身负贝贝 但令海儿宝 死母不死鸡 母愿生头失 姜儿已旧肝 凉乳充饥渴 罗秀 罗秀眼风寒 恩怜横费枕 宠弄缠能欢 但令海儿吻 此母不求安 此母向大地 严父配于天 父宰恩同等 父娘恩亦然 不赠无怒目 不显手足软 但父亲生子 终日席间连 本世芙蓉直 精神剑且风 眉分心柳臂 脸色夺莲红 恩身崔玉帽 喜敌笋盘龙 只为连男女 此母改颜容 死别成男人 身里十亿伤 此出观山外 母意在他乡 日夜心相随 流泪数千行 如缘弃爱子 寸寸断肝肠 父母恩勤众 恩身报时难 恩身报时难 子苦愿待守 而老母不安 闻到远行去 怜儿夜卧寒 男女占心苦 常识母心酸 父母恩身重 恩怜无些时 起坐心相逐 静遥亦与随 母年一百岁 常爱八十儿 欲知恩爱断 命尽十分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说故事时间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